烫头鱼咱们要怎么做呢 对 我们这边四川人 喜欢吃麻辣的 做一个麻辣鱼 对 我觉得麻辣鱼 可以比较符合 这个四川人的感觉 对 像我们一般 其实这个用来熬汤的时候 汤比较鲜一点 对 它骨抬的地方会很鲜 对 去了之后 它就那个汤味 那个鲜味就没那么浓 把这个大的骨头给剔掉 这个就得偏薄一点是吧 对 那个鱼 这个要把它搞均匀 能够薄一块 和一块 你那个手要把它按平时 要用点劲 用点按劲 这样按着 对 把那个刀往后边 放钝点 放钝点 要稍微立起来 就割断 这样才能割断 对 钝点才能割断 否则的话 你看这鱼皮都连着的 是吧 经过咸熟而仔细的分割 黄大哥将鱼肉和鱼骨分别盛放 下锅的顺序决定出锅的口感 这一步至关重要 不能混淆 豆瓣酱和花椒 花椒在一块 对 花木儿就是一定要有豆瓣酱 还有花椒 小块一点 好 麻辣鱼肉和鱼肉和鱼肉 再用这个我们那个蜜汁的那个 蜜汁的香料 反正是各种香 各种料 哎呦 马上又来了 鲜花椒 然后这个是辣椒 慢慢炒 慢慢炒香 麻辣鲜香果然是四川人离不开的最爱 就连刚出水的胡鲜也逃不过这种重口味的宿命 底料沸腾后 鱼骨部分先一步下锅 在麻辣汤汁的肆虐清洗下 鱼骨仍然在高调地释放出丰满的鲜香 捞出鱼骨 鱼肉快速汆烫 黄大哥说 开江人吃鱼肉喜欢嫩滑的口感 两分钟的烹饪时间足以满足他的要求 开江人对辣度的痴迷远不仅于此 最后还要再码上一层双胶组合 听到悦尔的滋拉一响才肯作罢 黄大哥说 只有这样一盆红辣刺激 才是他们老哥几个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我跟黄大哥两人忙活半天 做了这四道咱们鱼的菜 你们觉得哪个最好吃 我吃完了 这个麻辣鱼 大哥您呢 肉汁虽然有麻辣鱼 您呢 都是麻辣鱼啊 因为我们这个天气比较超湿 超湿对 这两天已经感觉到了 吃那个花椒的话可以去投入那个湿气 对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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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